今天是张文彩陪大家看天气 今天还是很冷啊 早上市区普遍只有10度 但出太阳就暖一点 第一日夜了又冷了 看卫星云图啊 几多华南的天色都挺清晰的 预料冬季季后风未来一两天会稍微缓和 而下午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 曾经降至40%左右 天文台落到今天最高气温是16.9度 现在就14度 相对湿度67% 而双冬寒冷天气 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验证生效 再看看天气先生的预测 预测是天晴 朝早天气寒冷 气温是介乎12至19度 身价再会低几度 日间天气干燥 部分地区有烟霞 吹和缓冬至灯北风 展望之后一两天仍然清凉 而垂直和元旦 亦都即是星期五星期六 天气又冷了一点 空气汇染水平方面 预测是中等至甚高 再看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 今天又发出霜动警告 最近两次寒潮都有发出 较早时天文台在大武山气象站 观测到结伤的情况 这幅相片是摆放温度计的百叶箱 看到是结滿了伤的 其实只要湿度高或者下过雨 再加上气温骤降 条件配合就会结伤 本港每年平均都有1至2日 是接获结伤报告的 大家明天上班穿多件衣服了 晚安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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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